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工作坊 109-1的教師正能系列活動 我們今天是互動教學的好幫手 叫Tier教學法 來考一下 Tier教學法是什麼 所以 它其實是來到這間 就是可以想像的幾個字 包括我們很多的technology 能夠讓大家應用上手 所以要enable 那希望我們的同學們 在學習的過程中 是達到active learning 所以Tier教學法是這幾個簡便的一個概念 我是江志剛 我是交出數位學習中心 大學課程組跟公務課程組的組長 來自醫學院的獨立學研究所 我是一位臨床的醫師 那因為很有機會 有機會參與這樣子的一個教學法的一些推廣 以及校內的相關的業務 那這一年來 校長在11月份 講的未來大學 其實有很多的配套 其實未來教師的部分 其實我們陸陸續續也建置了 我們這一間 綜合的401的 那除了這一塊 我們博雅還有一個406的未來教師 2.0跟1.0 1.0應該是 聽起來是圓形 2.0應該是 增級版 其實這邊是叫做高級版 那邊叫捷捷版 除了那以外呢 我們11個學院 這個學年度呢 我們也在推行各個學院建置 我們的未來教師 從醫學院 從管理學院 從生農學院 都有未來教師的推廣 推動 所以這一堂課裡面 最Tier的教學法 能夠請到三位 我們的強班老師 座位已經大家都坐好 這 我們還蠻嚴格的 來這邊 誰沒來到就知道 像這個蔡斯利同學 跟我很熟的 我大概應該就知道 這蠻嚴格的 我們就跳過去了 同學可能不太喜歡 他希望分子的時候 是聊不清楚 所以傳統的問題 跟教學問題 這上面講的 到底是不是確定 有存在這樣的事實 那我們也不去 那麼能夠confirm 所以待會幾位老師 會跟我們做分享 分享過程中 就看看 是不是上課的時候 還是每個人 帶著一個椅墊 還是自己的iPad來 黑板大家搶著寫 同學們一直講說 眼睛等著他 睡著了沒 一直要印小考的考卷等等 那這堂課裡面 教室裡面希望的是 學生的想法 他也會覺得 在一般的教室 包括是不是搶插頭 所以一般插頭的位置 他們都是熱門的 其實可能有時候 擦手機 或擦什麼 你也不知道 後來的同學看不見 他都會 眼睛就閉起來 睡著 桌面其實是有點小 你剛剛做 現在這個小桌面 也是比較小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Tier 希望能夠 鼓勵學生 能夠主動學習 師生能夠互動更好 科技能夠教學 能夠用Label進去 所以Tier教室有四個component 包括我們引進的一些教學設備 這邊可以看到 看過去 就發現有非常非常容易觸控的螢幕 電腦等等 那佛亞406裡面 在教室上也有這樣子觸控的螢幕 所以在教學上面的設計上面 其實會有一些些 有一些些學習 或者了解 我們到底有哪些武器 第二階段呢 其實是把IoT的物聯網的概念 導入 所以有很多待會的應用 我們會看得到 除了這以外呢 BYODC Bring your own device 的趨勢 因為這邊就有這樣 所以學生不見得都會自己 在需要 用自己的東西就可以上升 不需要用教室或者是其他地方的 所以能夠營造一個主動式的學習的環境 能夠讓 在一個桌椅 大家都可以看到滑來滑去 那其實也可以做一些新的排列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桌子 其實兩個都這樣併在一起 那我們的分組討論呢 能夠更熱烈的 所以這些功能呢 其實是 待會也會進一步的做一些說明 所以這 來之前呢 我們其實做了簡單的一些 問卷調查 大家有27位老師 希望在支援筆電 平板 手機等無線投影的功能 希望多了解一下 除此之外 對電子白板 螢幕張明的註記 以及無線書寫的電子桌 同時有些能夠如何呈現多個螢幕的畫面 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些螢幕之間的傳送 其實在這裡面都可以完成 可以看得到它的功能所在 那除了這以外呢 我們今天呢 會邀請到 三位講者 有順序對不對 第一位是 我們邀請到 黃銀蘭黃老師 黃老師呢 其實是前大學組的主長 公主主 教師組 教師組 所以我當年的 新進教師訓練的時候 是他當主長的時候 他在圖幕系呢 目前其實有很多很多教學的新創 我們最近有些熱學老師在 High教育裡面 High Education裡面 被廣告一下 知道High教育的舉手 感動 很感動 黃銀蘭黃老師 謝謝 所以大家出這個門之前 沒有加 High教育的 就不要讓老師 我們一群 我們這個禮拜 還能夠有多一點點的本事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麥克風呢 交給我們的影男老師 以最熱熱的掌聲來歡迎黃老師 注意一下時間 不然我可能會講到天荒地 壞習慣 大家好 好 很高興看到大家 我是圖幕系黃銀蘭 那我這個學期有一門課在這個教室上 然後是圖幕系的大二必修材道力學 然後這一門課就是四個學分的課 然後所以是我是禮拜 禮拜二下午有兩個小時 然後禮拜四的下午有兩個小時 那我是禮拜四的時候 因為就是沒有辦法兩個時段都給我用 因為這間教室太熱門了 所以我就是只有禮拜四下午在這邊用 然後禮拜二下午就是在一般的教室 那我這一門課是做翻轉教學 所以我今天講的比較會是從 如果在未來教室裡面做翻轉教學的這個角度來出發 比較不是說去比較說在未來教室跟一般的講壽式的教學的差別 我比較針對的是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做翻轉教學 然後如果你是用這一間教室的一個 我自己的一個經驗的分享 好 喔 是這邊嗎 喔可以可以 喔我剛按錯方向不好意思 好 那就是 我這門課為什麼要做那個翻轉教室 就是因為它是土木系大二很重要的一門必修課 那工學院的課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我們常常就是隨著進度 就是不斷的往前 你後面的進度是一直要用到前面的東西 所以你前面如果沒有學好的話 你後面想要跟上 常常就會很困難 導致很多同學就是 到中間他可能就放棄這樣子 那那時候一開始我就 就是這些問題可能就是大家都會 都會遇到嘛 上課 我就是這個學期下午第一節跟第二節 就天氣涼涼的就是很好睡的時候 對 那有時候他們中間又敲課 那上一上一要聽兩個小時其實也常常會分析 那如果你一旦進度沒有跟上 你其實你也會比較困難 那我其實上課不喜歡進度太快 那我常常就是講一講 我覺得 為什麼感覺好像大部分人都沒有聽懂 我就會重複 那重複就是 欸有多一點人聽得懂 我覺得這個東西太重要了 我就再重複一次這樣子 那常常就會有一些進度上面的問題 但是我不管重複再多次 其實還是會有人聽不懂 而且當我講到第三次的時候 我其實是浪費了那些 第一次就聽得懂的同學的時間 那還有就是 就是 對這種 平時操作業考前才念書 考試網工工 考完網工工 這種情況就是非常常發生 然後希望他們遇習 那這種事情當然就是 就是 根本就是不會發生 所以因為這種種原因 所以我覺得說 我後來開始 就是聽葉秉晨老師 他介紹翻轉教師的這個做法 之後我就覺得 欸那很適合 我要來試試看 所以我就是 這門課從 大概 103還是104年開始 就是翻轉教師的方式 那他 那 這一兩年因為有酷爾的關係 所以又 我覺得工具上面又更完整 那我就直接在 呃 酷爾上面如果大家有用過的話 他其實就是按週四 就是 我可以就是 我今天要他們看哪些影片 然後講義什麼的 我就把它放上去 所以他們只要點進酷爾 他們其實就可以看到說 他今天來上課之前 他要看完哪些影片 所以其實他們就是 呃 下課看影片 然後就是 上課做練習 那影片大概 稍微幫我點一下好了 就是 點 很快的看一下 就是 那個 這個影片其實也有在 我們 那個 台大的開放式課程 各位同學大家好 就是 類似這樣 我在家裡面自己錄的 大家看到我 我家後面的那個 反正那個洗衣籃 我想一路 欸會進去 我剛剛拿個什麼 床能把它招住一類的 反正就是 其實我覺得 有一些像這種 呃 這種 工具這種必修課的講授 其實可以用這種方式來代替 那像這個影片大概 15分鐘 他們可能 呃 來上課 呃 大概3到4個影片 就是 我兩個小時的進度 這樣 你會發覺就是 比你平常 他已經可以cover 已經可以cover 好 謝謝 所以他們等於上課來之前 就是先去 看影片 然後 呃 看完影片之後呢 就是 他們來課堂這邊 我們就會開始 呃 做討論 那我平常進行的方式就是 呃 我先問大家看的影片有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我們會討論一下 然後我就會把題目秀出來 秀出來之後就是 他們三四個人一組 然後就開始 討論那個題目怎麼寫 啊每個人都要寫這樣子 然後 呃 所以通常那個狀況都是一開始的時候 班上很安靜 大家都在看那個題目怎麼寫 然後之後就會開始 他發覺他不會寫 想要跟同學 同組的同學討論的時候 教室就會 就是鬧轟轟的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呃 我看做得差不多之後我就 呃 抽一個同學 來請他跟其他同學講他是怎麼做 然後之後 呃 大家在 就是投票說 覺得說 他們那一組可不可以大家都得一分 如果那個人講得不錯 那 班上一半的同學 OK的話 那就是他們那一組每個人都可以得一分 然後這樣子 呃 他講完之後 我會稍微再補充一下 然後給他們一點時間 看他們要訂正他們的答案 然後之後呢 就是第一組的答案交給第二組改 第二組的答案交給第三組改 然後我才 這個都換完了 然後我才 呃 公佈答案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算分這樣子 那 這個會占他們學習成績 我就不讓他占太重了 大概15%左右 主要 主要是給他們一個motivation 讓他們 就是真的要看完影片才來 那大概就是用這種方式來進行 同學反應其實是 很好的 那 那 那這學期我一般就是在一般的教室裡面執行 那這學期開始就是 呃 有一天的時間是在這個教室這樣子 那 就是 這個是我在 我去年的時候 我上這堂課的時候 我在我做的教室 就是我上課的教室那邊拍的 那我以前拍的 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沒什麼問題 就是 嗯 你看大家就是蠻專心的 就是一開始 他們蠻專心的在想題目 那有的 有的組可能已經開始 會想要討論了這樣子 那 結果 我現在在做這個投影片的時候 我就把 在這間教室的 那個 照片也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我突然發覺 為什麼我看上面那張照片 我自己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就是 你可以非常明顯的感覺到上面 那個照片的感覺比較是 有一個人站在講台上面 對著下面所有的人 就一對多的那種感覺 可是在下面這張照片是 一組一組 他們自己聚在一起的那個感覺 非常非常的明顯 所以 所以一個是面對 我給我的感覺就是 上面是面對老師 下面是他們是面對同學 所以整個這個場地的這個設置 就是我覺得非常方便他們討論 那 我還感覺到就是說 他們其實上面比較多就是用質地在做 然後下面呢就是 等一下我可能也可以弄一些照片 就是 什麼地方都可以寫 然後就是 主要就是讓我會覺得說 哇 這個場域的不一樣 其實好像很多東西 從一個上課的氣氛跟 呃 感覺其實整個都不太一樣 那包含 我覺得 怎麼看就覺得 怎麼上面那張照片看得暗暗的 下面那張照片是 燈光的setting也不太一樣 那上面因為 我前面有投影幕 要投影放屏幕幹嘛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旁邊的窗戶其實都是 因為那邊 呃 這間教室就是向陽的那一面其實光還蠻強的 所以蓮子就要拉起來這樣子 好 那 呃 我一組四個人 這樣只有24個學生可以修課 所以我把它桌子兩個拆開 那兩組用一個螢幕 所以這樣子我把它增加到48個人 可以修這一門課 那呃 所以你看我這個上面就是 我還把那個 我自己做投影片的時候把它分兩邊這樣子 所以 一組可以把答案畫在上面 那 以前他們是在 像我前一張就是 你可以看到 上面這個狀況 他們如果在底下寫了什麼東西 我是完全看不到的 我是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我必須要走下去 呃 在那邊看 他們在討論的時候我就在旁邊看 然後我必須靠眼睛 我才能知道他們 寫的狀況是怎麼樣 可是 在這邊就很不一樣 就是說 你看他們在 他們就在這上面寫 我一眼就看到了 有時候我出一個題目 我這樣看一圈 竟然 十二組全部都已經答出來了 我就 我就直接下一題了 我就也不太需要討論 因為我知道他們其實都做得出來 對 那 呃 這個就是 旁邊那個是在那個 觸控螢幕上面寫 那你看他們也非常喜歡寫桌子 桌子就是 常常你們如果看到 我剛才才發現原來桌子已經被寫的 其實都有一些刮痕 對 那 所以這個就是隨處可寫 這個是非常 非常 就是一般教室環境沒有的地方 然後 我也注意到現在學生跟我那時候 我自己在學習的時候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 呃 我通常是 而且我就算是前幾屆的學生 我也覺得他們大部分是用紙筆 就是我題目把它秀在螢幕上 然後他們就開始寫他們的答案 結果他們現在不是 我題目秀出來 他們就馬上拿出他們的pad 把它題目拍起來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 就是題目的部分在他們的那個pad裡面 然後下面就開始寫他們自己的答案 就是 everything 是電子化的 那就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 很多學生他們習慣其實已經變成這樣子在學 他們可能看影片也是用那一台device 怎麼有日文 因為有的人下一節可能要考日文 所以 就是 你看 螢幕了然 對 就是那個 3C的年代 那 就是 我覺得這個setting是 他就 他今天寫 他如果是寫在紙本上 他要跟人家討論 其實 頂多也許就兩個人這樣子討論 因為很小 可是他寫在桌子上就完全不一樣了 就是 很多人可以參與那個討論 然後 或者是他寫在 那個 像他這樣子指著電視上面的東西 在討論的時候 很多人都可以進去參與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的確是一個 就討論來講還蠻方便的一個setting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也是我感受到的 就是這間教室其實還蠻方便討論 所以 呃 就是 欸 喔好 方便的時間 好像 喔 OK 好我已經講超過時間了 好 那我講一下就是未來教室對 翻轉教室的 我覺得 當然就是很方便多媒體的操作 然後就是很方便小組的討論 這個是 我真的是很感受到這一點 因為他整個set up就是讓 就不是要你理老師的 是要你理你的同學的 這是我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小組間傳遇訊息的流通 就是很方便 那不用寫黑板 我以前 我以前就是說 我隨便點一個同學 然後他要跟大家講他是怎麼寫的嘛 然後 剛開始就是他就寫黑板 那就會花很多時間 然後就是 就是變成我 其實兩個小時上下來 也沒有辦法討論幾集這樣子 那 後來我就變成說 我就用我的手機去拍他的 去拍他寫的那個紙本 然後再把那個紙本 投影就是 想辦法 就是 PO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用我的講座電腦 連到網路上面去把那個東西秀出來 這種方式 可是他們在這邊是很方便的 因為他可能 如果他是TED的話 他直接就連到電腦上面 然後 而且 他連到他那台電腦 每一台電腦都可以看得到 就投影到全部 所以變成 或者是他用手機拍 他的手機也可以直接投上去 所以 變成說 他要跟人家講說 他是怎麼做的 這件事情就變得 蠻容易的 對 那 再來就是 就是 我剛講的就是 對我來講很方便觀察美組的狀況 我之前就是 教室其實如果人稍微多一點 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就在裡面走來走去嘛 那 就是那個 其實也不是非常方便 有的地方可能就會走到 這邊不會啊 這邊我就這樣走 美組其實 而且 看過去都知道他們在幹嘛 所以 這一點上面 舊老師的 觀察各組的狀況 進行步動也是 我覺得是蠻方便的 所以 我以前可能一節課只能量題 現在可以到三到十題 這是我在這邊感受到的 然後就是 我覺得有些 他的不方便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他不太有利於 長時間的傳統式講述 就是我如果在這邊講太久 因為他們真的非常方便 有的同學 跟他這組討論 討論討論 後來我發覺 他怎麼就滑到那一組去了 這樣子 就是這個桌子其實 這個椅子其實非常方便 他們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但他們一直在討論的時候 他可能跟另外一組的誰 他知道他比較厲害怎樣 他可能就 跑過去問他還是怎麼樣 就是這種方式就會 對 然後 就是硬體上面要一段時間 才比較能夠去熟悉它操作 然後我必須要比較 花力氣 比傳統的教室 我必須要花更多的力氣 才能讓他們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這間教室的特點 那我大概就先分享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尹南老師 非常精彩的一些翻轉教室的課程 以及課程上面的應用 我們可以看得到 有些技術上面的議題是 一定有一個learning curve 這learning curve 其實是在enable 在我們的active learning 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一點點其實 我們有非常堅強的 未來教室的會心 他是協助我們在這個教室 在run的時候 我們同時也會有助教在協助 所以隨時是standby 那這個standby 其實讓大家的 技術上面的一些擔憂 其實可以下降 在中間可以慢慢的學習 我們謝謝尹南老師 跟我們很精彩的一些 電子擺訪的應用等等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到 我們集中心規劃組的 李冠穎博士老師 那請冠穎來給我們講的 相關的一些內容 特別提到說電子擺訪 我覺得他應用的 遠遠超過於這 那我們就來熱烈的掌聲 歡迎李冠穎 李老師 謝謝張老師 謝謝各位老師 那我是李冠穎 那我目前是在 共同教育中心監客 那我的本職是 教學發展中心的文化研究圖 那今天其實就是 跟各位老師分享一下 就是我是108-2 就上了學期 然後在這間教室上課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使用 主要是在使用這間教室 主要是使用電子擺訪的一些心得 那首先是跟老師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這門課是 Introduction to Transcendemic Writing 那我的課是講那個 中文學術寫作 那我的課有幾個特色 就是我的課的對象主要是 國際學生 那他們都是 以中文為第二語言 或one的學習者 然後再來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 我這門課 其實會涉及到 很多大量的閱讀跟寫作 所以會運用到 很多很多的 跟文字有關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108-12的時候 其實是我在台大開 就是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就在外來教室 然後109-11就是這個學期 就是我前三分之二的課程 其實是回到一般的 教室上課 那從昨天開始 就是到博雅406 就是剛才江老師提到的 未來教室2.0上課 那其實我自己的感受 就非常的強烈 因為他還提到就是 我這門課 就老師可以看到 就是畫面的這一邊 就是 我這門課其實會用到 很多的跟寫作有關係的 那寫作跟閱讀其實是息息相關 所以每一堂課 其實都會運用到 大量的就是文章 那再來會配上 我自己的簡報 那另外一個我常做的 其實就是我會運用 就是這邊看到的 就是電子版本的部分 那因為剛才提到 就是跟文字很有關係 所以其實 當我在跟學生就是講 就是讀一篇文章的時候 會需要先幫他們梳理一下 就是關於一些語言的障礙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在 劇情上面的一些連結啊等等的 所以其實我一般在上課的時候 前面三個裡面 就會有三個不同的功能 一個是我課堂上會用到的文章 一個是我課堂上講解會用的簡報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一些隨機的 比方說他們問我哪一些句子啊 哪一些文字的時候 我們討論用的時候 就會用到就是另外一個書寫的白板 那我這個學期前三分之二 在國雅的一般的教室上課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就是剛才我說不到 就是會需要用到大量的寫 就是會需要用到大量的書寫 就是會需要用到大量的書寫 可是大家可能 就各位老師在一班的教室都知道 就是當我們把那個投影音放下來的時候 其實黑板就已經去掉 就是超過二五之一 對所以變成說我要一邊寫一邊擦 然後有的時候寫過的東西可能擦掉了 然後突然想到還需要再用的時候我要再寫 那最不利的其實就是 就是當我要做分組的討論跟他們去比方說寫心得啦 或者是小組之間分享的時候 就是我遇到就是正學期遇到最大的問題 因為沒有地方讓他們寫東西 如果要寫東西的話 我要把螢幕收起來 然後讓他們在黑板上面寫 對所以我後來用了很課端的方法 就是用那種A3的那種台報式 讓他們寫來分享 那其實整個課堂的氣氛就非常的 就是整個flow就非常的不順 那昨天其實回到未來教室的時候 就有一種就是好像活過來的感覺 就是整個setting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順 那為什麼呢 就是我之前在未來教室上課的時候 其實沒有特別去想這些事情 因為像這種需要做一些標注啊 書寫的話 其實老師們可以看到畫面上面 就是其實畫面上面都可以直接做標注跟書寫 那如果我們標注完之後要起禮 其實也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其實整個文章 就是我在這學期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只有同螢幕可以使用 所以我在備課的時候 就是特別我在講文章的結構 或者是文句的時候 我都要用動畫的方式來呈現 那變成我要花很多的時間 在上課前想清楚就是 第一部是什麼 第二部是什麼 那但是如果是在未來教室的話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很自然的可以發生 那我們就只要有一支筆 就可以在螢幕上面去使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 在未來教室跟傳統教室 覺得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一樣都要備課 可是我如果有 未來教室可以使用的話 我可以把備課的心力 放在課堂活動的一個規劃 然後學生互動的一些活動的規劃 而不是在這些非常technical的一些問題上面 那這個是課堂上會需要用到的一些文句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的課有一個會常常做的事情是 這個是在N2U Core上面的Symphony 就是可以讓同學們 有一個機會可以共同的協作 所以這邊會是我給學生看的文章 那通常我會留下幾個問題 然後讓他們去討論 或者是去表達意見 那學生的文的回覆就會在旁邊 所以有的時候我在課堂上 會需要同時去處理不同的文字 比方說我課堂閱讀的文字 然後還有學生的回覆等等 那在這間教室裡面 因為有不同的螢幕 那所以其實可以讓學生同時間 就可以看得到就是不同的畫面 那可以同時處理就是好多個文件這樣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在未來教室 在這邊教學的話呢 其實它讓我感受到最強烈的一件事情 就是學生他們其實會比 在傳統教室來的更專注 那更專注的話 他們就比較容易能夠engage 能夠投入在課程當中 那麼學習才有可能發生 那這是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我昨天剛剛換在佛亞406去上課 那在課程結束前10分鐘左右 我就請我班上的學生就是寫一下 就是他們覺得今天上課的感覺 跟我們前三分之二在一般教室上課的感覺 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那這邊就是學生的回覆 那當然第一個他們有提到說 能夠幫助他們就是更好的去理解 就是那個課堂的 materials 那這邊也有同學講到 就是說他覺得就是老師 在使用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未來教室的空間的時候 能夠更好的去讓解說就是上課的PPT slides 但是有一點其實讓我自己非常驚訝的 就是在藍色的字的部分 其實我之前沒有特別想過 但是有兩個學生都給我這樣的回覆 他們就說 因為這間教室有很多這樣的螢幕 其實不太曉得為什麼他們會叫它TV 就是我們在課堂上還討論一下 就是對 不知道是不是generation gap 就是對這個 這個年紀的小朋友來說 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叫TV 反正他們就講說 其實基本上他們能夠就是 抬頭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因為我們班上也是分成四組 我的班的人不多 所以大概分四組 所以他其實只要一轉頭 他就可以看到螢幕 就可以看到老師現在在講的東西 他其實基本上能夠很清楚的看到文字 那再來一個就是有同學提到說 特別是說對於就是勢力不好的同學 其實我自己非常的驚訝 因為我班上有兩個學生都這樣子講 所以不經常會讓我自己就是反思一下 就是我們經常說有的時候學生好像沒有動機 或者是他們在課堂上就是有點被動 會不會有可能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是 可能看都看不清楚 特別是像我的課堂就是需要有大量的文字 他可能都不一定看得清楚 讓他怎麼樣能夠engage 讓他怎麼樣能夠去很好地回答老師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同學的回覆 讓我覺得比較就是驚訝的一點 就是可能有的時候可能在課堂上如果距離很遠 或者是說因為只有同螢幕的關係 然後不斷地切換同影片 所以他其實根本就看不清楚 就是我們上課的內容 那另外一個就是最前面這個講的是他們的能夠專注 然後第二個講的是他們怎麼樣能夠engage 就是同學有講到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一個課堂的一個環境 讓他們比較有一個可以互動的機會 讓他們能夠express theirself more freely 然後有一個比較fun learning experience 就是其實很有趣的是就是他們在課堂 傳統課堂上就是也會分群座 不一定是分組但就分群座 那進到未來教室的時候他們還是同樣一群人坐在一起 可是當我請他們開始討論的時候他們很自然就會討論 那不曉得老師們自己目前坐在這個空間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就是因為你會跟你對面的人面對面會有eye contact 所以你很自然的就會想要跟他講話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剛才林曼老師也有提到 就是整個空間我們看得見的空間 除了地板之外 基本上都可以書寫 所以對他們來說就是當你可以寫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你眼前的這個人的時候 他很自然的就會想要去討論 就會想要去講話 那外來如果老師們有機會使用這間鑰匙 就是請務必一定要讓你的學生在桌面上寫字 我不曉得為什麼他們非常非常的喜歡 就是我去年是到了最後一堂課 才跟他們說可以再裝上寫字 他們就非常的惋惜 然後就在下課之前拿著筆 就拼命的就是洗啊畫的 所以他們非常享受這樣的空間 那我自己昨天使用的經驗就是 因為我會跟我的學生談他們的作品 那有些時候有些文具就是講不清楚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著筆 然後就可以在桌面上寫 就可以讓他知道句子怎麼樣去延展 然後去怎麼樣做修改 所以其實整個空間是非常非常利益 就是老師跟學生或學生跟學生之間的一個互動 但是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我們是第一堂課 所以其實也有同學提到就是 其實是因為覺得心情 所以他會覺得很認真 所以這個也是 就是剛才林娜老師提到的 就是我們怎麼樣讓 因為其實這一代的學生 他們對於這些設備 其實他們不會覺得太新鮮 因為他們是Bone Digital 所以我們怎麼樣讓他們可以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能夠持續學習 其實還是有賴我們的一個教學活動 我們有一個設計 那再來一個就是 他們的學習的一個表現 就是剛才我提到 就是說通常我在課堂上會跟同學討論文章 那麼我們會做 特別到了後期 就是不是只是讀文章 而是去修改別人的文章 那右邊這個其實是一個作業 那我就發現說 其實我在課堂上就是帶著他們 就是用電子白板 帶著他們去一步一步的去修改文章之後 那麼回家我請他們自己去修改另外一篇文章 不是同一篇文章 是另外一篇文章 那我當時就覺得非常的訝異 因為右邊這個學生其實是一個程度沒有非常好的一個學生 但是他可以就是我請他們挑出文章裡面的三個問題 但是他最後交出來的作業他挑出了七個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是原來就是當他能夠真正專注真正投入的時候 這個時候學習的表現就會非常非常的明顯 所以簡單來說我覺得基本上在外來教室裡面 他能夠幫助我們的教學 所以雖然說是一個有一些新的一些科技的產品 但是老師們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其實應該是先從我們自己教學跟學生學習的需要來出發 而不是反過來 就是有這些設備我應該怎麼使用 所以其實我在用的這些設備 其實應該是說沒有完全用進整個未來教室的一個設備 但是基本上就是用我覺得我最符合我自己教學需要的一些功能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因為隨處都可以寫隨處都可以討論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有很多就是很即時的這種 teachable moments 所以就是剛才我提到的就是我的備課的時間可以用在真正準備我的課程的內容 而不是在剛才看到的就是怎麼樣去思考你的animation 要怎麼樣做下一個步下一個步 要做很正面的一些規劃 那我的時間其實就可以空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剛才 我剛才提到的 讓我的學生能夠更專注更投入 然後讓學習能夠真正發生 所以就希望就是各位老師未來有機會就是可以在未來教室 然後判數一下教學的未來 謝謝大家 非常非常謝謝光雲老師跟我們分享 可以感覺到光雲老師如火澄清 在使用相關的一些我們中間的一些設備 那我覺得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在自己的課程裡面的需要性的背景之下 我們現在的未來教室給你的是指示 那一定是從自己的課程裡面去想 我現在有什麼問題的呈現 那搭配上這些knowledge的存在 讓他的教學有新的一些改變 所以我們辦這個tear 最主要目的是 看看其他老師的一些經驗裡面 其實會讓我們自己在想說 如何讓自己的課程中 能夠有一些些的轉變 那未來教室 不管1.0 2.0 持續還有3.0 4.0 我想會持續做這樣子的教學上面的支援 那接下來我們要歡迎到我們的謝老師 謝宜環 謝老師 是氣候變遷很長的一個學程 而專任的老師 那我們今天也請謝老師 再跟我們進一步的做他相關一些 數據分析啊 以及大細材等等的實習的 一些課程裡面的分享 那我們這第二項的掌聲來謝謝謝老師 各位前輩大家好 因為我才剛聽這個學校不久 然後相信大家的教學經驗都比我長 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而且你看我今天是最後一個講 所以待會兒如果有不小心跟前面兩位黃老師跟李老師講的重複的話 那就當成是這間教室真的最棒的地方 OK 好那我先簡單自我介紹我叫謝宜環 我是台灣大學氣候變遷永續化的 國際碩士及博士學位學成的專案助理教授 好這個這個限制 我以前其實是台大大氣畢業 所以我從2004年一路待 在台大待了連續16年 所以我在台大拿完PHP之後 所以其實今天這一個課程 其實我在上學期108-2的時候 我們做的是氣候資料分析及數據應用 像 那他是一個兩學分課 那也是因為上學期在未來教室的經驗之後 我們在這個學期109-1把它變成 氣候資料分析數據應用變成一門三學分課 等於說我們把原本上跟下各兩學分的課 合併成一個學分 那同志我們待會就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轉變 其實也都是因為我們在未來教室 有學到一些東西之後 帶回去給戲所之後 讓戲所稍微做一些變化 那因為畢竟剛剛有講過 這裡是1.0 其實我們講這要全配 那全配的話就代表說 其實回到戲所 有些事情真的不需要那麼多 那所以其實 有時候待會邀請各位老師試試看 其實有些東西真的很便宜 例如像那個桌上那個可以寫那件事情 我們現在已經 我們在我們學成的桌上已經是全部可以寫 一張桌子值不到1000塊就可以搞定 現有桌子就可以改造 所以其實這種東西都很方便 那其實我這兩堂課它的前身 是大氣系大三的一門課 叫做天學實習下 那我把它變成是 因為大氣系嘛 我在外面做氣候變 跟永續胖 它是一個跨領域的學成 我沒有辦法交得像大氣系這麼深 所以我會把它稱為叫做天學實習下IPCS OK 好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學期的大綱 其實看到就是不同顏色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想要討論的主題 包含說 你今天如果看到一張溫度的趨勢圖 100年的溫度的變化圖 你要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一張比量你要怎麼放 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那些資料 又跟地理資訊系統有什麼相關的話 我該怎麼樣把它疊在一起 接下來最後一個就是說 資料都在網路上 我該怎麼樣 不要一個一個一個按主鍵下的 或按右鍵下的 怎麼樣使用網路爬蟲的一些技巧 去把它下載下來 那最後一段就是說 你出了很多圖之後 我們接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些圖背後都有很深很深的訊息 那這些訊息你有沒有把它轉化成 是一個可以 另一跟人家分享一個動聽的故事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 這堂課最重要的核心 那所以其實我一開始就跟學生講這件事情 我的課不是程式設計課 因為現在在這個年代 你要學程式設計 要想要學拍照 想要學洗家 要想要學Java 你上網 隨便Google 線上課程已經一堆 因為現在翻轉式教育非常非常多 你可以去ADIX上 你可以去Posera 它其實都有非常多免費的程式設計課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在這裡 想要強調一開始 我們這一堂課 從天津學實習 一路到現在的課 都是希望跟學生講說 你要知道我們 我們真正在做研究 或是真正在面對一般大眾 就是像氣象局 畫這一張圖 它的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那程式只是 因為我們不想要每一張圖都用手畫 所以我們才用電腦去讓它自動化 所以我們就會強調這個概念 這個邏輯的部分 那所以其實核心的架構就是變成說 在這門課 這三門課中 其實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抓資料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抓什麼樣的資料 以及為什麼哪一個部分你需要寫程式 如果今天那一些事情 你可以用很簡單 用椅子要做 那為什麼不用椅子要 為什麼一定要寫牌照 為什麼要寫 我待會兒介紹 這十年前的版本 OK 所以 這個就是我其實 教這門課在學校 當大助教 從2009年開始 在這門課 一路再到大概2017年吧 因為我不是蠻年了八年 然後 所以這門課 基本上 我們要以前在大七七要教的事情 我們要教Linis 要教Portran 要教Grace 要教Azion 要教那一學幾 三個小時一學分的課 所以學生都很痛恨我 因為 每個禮拜五最後三個小時 都一定要在我這邊 跟我陪我度過三個小時 而且 是必修課 如果他不小心被我當掉 明年 再看到我的一次 因為我還沒畢業 所以我們要教他就是這種 很討厭的畫面 就是Linis系統 然後 這個是Portran 因為不好意思 那個大七七 我們還是要教Portran 就算是 他是一個五十年前的城市語言 我們還是要教他 因為所有現在的 所有氣象上用的模式 不管是天氣模式 或是氣候的模式 全部都是 還是用Portran寫的 所以 我們還是要教這件事情 那 教完之後 資料產出 我們要讓他圖像化 你知道Portran這種東西 老掉牙的語言 他就不可能幫你畫圖 他就必須要再 再教你另外一套軟體 教你讓你說怎麼樣畫這個圖 所以這個是我們畫出來的圖 長得這個樣子 反正那個東西不重要 當然是說 你要讓 我現在只要傳遞一件事情 很累 很白 那所以說其實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版本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傳統的電腦教室教 所以以前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燈一關掉 大概第一排的人還活著 第二排以後的人就是失聯 然後門口又在最前面 他們又不好意思走 所以就只好在後面 那個年代大概就是 開始玩什麼翁之舞 啊 Tending Crunch 啊 Tempo Run那個年代 就開始在後面做這件事情 我從最後面的玻璃的反光 看到他們螢幕在做這件事情 我還不能夠對他們怎麼樣 對 就這樣沒辦法 然後呢 你就覺得第一排好像還活著對不對 其實沒有 因為第一排通常都做書卷 對不對 結果書卷隔一週問我說 欸魚丸魚丸 那個 你們上個禮拜教的東西怎麼用 我突然想把他 把他窗戶打開梯下去 連書卷都忘了 這代表一件事情是 我們那樣的教法 完全沒有效果 完全沒有效果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教 因為那個年代 在十年前我們就走這些器材 所以我們其實在上學期 進到未來教師之後 我就開始稍微想的事情 是說 我們在教程式語言聲音 就是教資料分析的時候 到底核心的東西是什麼 後來我們就是一直 腦力激動 想到說 其實我們真正 像我們自己 在寫程式的過程中 寫註解 就是抄別人家的code 那個才是學習最快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開始大量的改更動 也是因為未來教師的特色 所以我們更動了 我們非常多的課程設計 所以我們現在就變成是說 我們把說 我扒下去 我可以執行的程式碼給他 他就必須要 第一步現在他自己的電腦執行 第二步 他就要把程式碼的註解寫完 第三步 就是說 看他要幹嘛幹嘛 那我就是 讓他們有一點 講懲制度 如果你早一點執行結束 就再見 就不要 留在這邊 我看他一定煩 他看我一定煩 這樣 所以就是沒有出席分 沒有什麼遲到早課的分數 你結束你就早一點走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必須要對自己的時間去做部分 所以其實在上學期的時候 他就變成是一組一組小組 去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有一些規則 不准不講話 一定要講話 因為在未來就是最大的特點就是 非常方便討論 那 我會希望說 他們不要隨時隨地 就希望說 把問題丟給老師或助教 所以我每次徵選這堂課的助教 就是 你不會顯成是語言的人最好 就是他們絕對不會去問助教 一定會去問Google 所以Google完畢之後 他們就會開始很任命的 開始自己去找資料 那這學期的話 因為上學期是團體 團體一組完成一份就好 因為這學期我怕那個 疫情的關係 所以把它變成是個人化 所以就每一次也是 也是有 剛剛有四個主題 四個扣額給他 他們必須要做 做完之後 他們只要把他們 成功執行的影片丟上來 那就OK了 那接下來就是寫註解 然後大改之類 大改分數會變多 那在課程上 我們就讓那些已經會的同學 有一些加分的機制 他如果在課程上面 會去協助其他同學 完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就可以讓他加分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也是適時的 讓那些尤其是像 西鄉背景的人 或是工程背景的人 在這一堂課裡面 他可以開始練習 怎麼樣去跟其他不同 背景的人對話 還有我希望他培養他 是他領導的風範 他不僅是要自己分 而且要很快速的知道說 對方要的是什麼 然後去跟他講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上學級的棋放 所以就是中間的是我的城市 所以第一組坐在這個地方 第二組坐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的左前方 右前方這個螢幕 就是第一組的扣 然後所以左前方就是第二組的扣 那所以我覺得很快 我站在這個地方 不可以知道說 每一組到底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如果馬上走歪的時候 還可以拉的回來 那第二組的人 他們有時候就會開始做這種事情 每個人都有他的筆墊 每個筆墊的時候 他都會可以看到說他不同的人 有些人可能是在查資料 有些人在Google 有些人是執行那一份Code 有些人就是在找一些求救 找一些我們原本 就已經放在Core系統上面的一些資料 讓他可以變成是說 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都已經會有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在同時在同一個電視上面 那所以其實我們其實 這裡其實今天要跟大家最重要分享 其實就是這一站 就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次的改變 就是說其實當然不是因為學校邀請 我們要在智慧教室上的 我覺得其實在這十年的過程 我覺得科技成熟度已經到了一定的成熟度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開始想完事情 就是我們以前遇到的問題 可以適時的讓科技來幫我們做一些解答 那授課時間真的不足嗎 其實以前會想說 我要教Minis我要教什麼什麼 可是換個頭來講 真的是我們要教團體這個概念 真的需要那麼多收課時數嗎 其實現在很多學生他們習慣都是自學 那自學的情況之後 我們其實真的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 在他們在這間實體教室上面 那當然不是說是老實痛 我相信大家都很希望教很多東西給我們的學生 那其實是現在學生自主的獨立意識非常非常高 你有時候跟他講說 你接下來就怎麼做這件事情 他們就不理你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其實 我後來也是這幾天也是這次演講的關係 我就開始訪問了一些我們的年輕的學生們 我發現一件事情 他們國小時候就開始玩網路遊戲 我們是大學的時候 可能是國高中大學年代開始碰到網路遊戲 他們國小就開始玩網路遊戲 那換個角度想是 他們沒有玩過單機遊戲 他們沒有看過長篇的小說 他們所有看的東西都是轉的 快的 互動式的 所以他們就連他們在做 從小到大做報告的時候 都是做說很快找到答案 很快找到很快找到答案的一些報告 他們不會開始去認真的 把一個問題一直深化 一直深化 一直深化 所以其實他們已經會很習慣說 他們收集資料的手法 透過一些網路上隨便Google 就很快得到資料 所以他們也沒有 他們沒有經過思考 就把那些東西貼上來 那另外一個很嚴重的 也不是很嚴重 是他們除了網路化跟科技化之外 他們其實從小到大玩了非常非常多的遊戲 而且那些遊戲都是非常非常快 非常快節奏的遊戲 那所以換個角度講的是 如果你今天使用一種 不是遊戲式的思維跟它對話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會想要跟你對話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在課程的設計作業的影像 變成是遊戲規則而已 所以我在這間教室做的事情 我不像是一個老師 我像是一個遊戲主持人 所以就會變成說 你今天完成什麼任務 你就提早離開 你今天完成什麼任務 你就會得到多少分 所以讓大家有一種互動的概念 那除了剛剛講的是 其實我正學期還有一門課在這一個課 這堂課是我們學成的主要的必修課 叫做氣候變遷問題與對策 它是一個翻轉式的教學 那所以線上我們 它線上必須要看完 大概一個小時的資料影片以及編合之後 上來它就會變成說 它必須要在這個地方做討論 所以我們在這間課堂上 每個禮拜就是一開始就是討論討論 讓他們討論三個小時 讓他們討論到非常回去非常的疲累 所以像這種討論 這間教室非常棒的優點就是說 我就算是一個同樣的一個表格給它 每一組都會有不同的成果出來 這就是我待會可以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把這個圖結下來 然後傳到自己的手機上面 那所以其實我現在其實對到一些新的學生 我都會問說 他們到底來修我這台課 他想得到什麼東西 然後有什麼是吸引他來實體教室 而不是說留在線上 看一些線上影片的部分 那其實後來我開始會問一些比較深的問題 就是說 他上次看完一個書 一個經典或是一個故事 或是玩完一個單機遊戲 大概是什麼時候 我大概想的就是 這個需要花他大概十個小時以上的事情 專心花十個小時以上到二十個小時以上 因為單機遊戲的遊戲長度大概是二十個小時到三十個小時 是什麼時候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會是他們一些非常重要的資訊 那其實我也開始跟一些我認識的一些老師在問說 我們的課程到底想要傳遞什麼東西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您多久已經沒有去光華三創以及資訊展 因為現在其實這些科技真的都非常的隨手可得 你只要去光華三創資訊展 放心那邊就會有一些一堆業務員 恨不得你在那裡問問題問整天 所以我其實現在給我自己的期許 就是我很喜歡通這些三星產品 我每次去都是給我自己的挑戰說 我一定要幹掉那邊的展場公讀生 我要幹掉他 讓他知道說這位客人你那個功能怎麼叫出來的 就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您多久沒有玩遊戲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在這個新的年輕人 他們要的是一個遊戲的感覺 但是不是說玩遊戲就不重要 玩遊戲這件事情就變得好像沒有那麼正 而是說在透過遊戲的操作的一些東西 我們是把我們想要傳遞的東西給他 所以其實在遊戲的最後比較深入的時候 就會要跟他傳遞的事情是說 欸你要得到什麼東西 我們真正想要傳達的概念是什麼 而不是說就是讓他們帶過帶過 然後遊戲得到分數就這樣過去 所以這以上是我們的分享 那我們後來也是因為這樣的經驗 我們在小小工商廣告的項目 就是我們在我們學生中也買了兩台電視 然後也在桌上全部都貼我 很便宜真的不用花那麼多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讓透過在各個系所 把這種東西塞進去系所之後 可以讓其他的老師都開始 對這些科技東西沒有那麼陌生 其實不是科技的東西 我覺得不用太擔心他 這個東西最後一點就是我想跟大家講的事情是 其實各位老師前輩們不要有偶包 偶包叫偶像包補 課堂上犯錯學生不會怎樣的 真的不會怎樣 你覺得你在這邊很Key 操作贏我很Key 叫他上來他一定也不會活力看 真的真的不用擔心 反正不要有這種貓補 其實就你會學得更快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老師 跟我們非常精彩的一些經驗的分享 可以感覺到老師已經如火神經 在怕game 在Hanson老師 所以所有的課程呢 也是在我們的遊戲當中的進行 可以看到我們把很多科技呢 進入我們的生活 更重要的科技呢 也進入我們的教學 所以今天的課程呢 有三位老師非常非常深刻的分享 現在更重要的事情呢 我們先要有 先回歸一下 以及要問問幾道 我們先掃瞄一下這個計畫報告 可以匿名也可以報出系所的姓名 匿名的就是直接計畫報告 那現場 我想說先問一下老師們 如果現場要問哪一位老師生寶 蔡司利 蔡老師 謝謝三位老師 很精彩今天分享 我是醫學院蔡司利老師 在雷家醫科 那我比較好奇是說 這種動態還蠻不錯的感覺 那分組是讓學生自己分比較好 還是說老師們幫他們分 那下一個野生問題就是說 有時候丟的跟丟的 他們自己都放在一起 那會不會這邊動起來那邊不動 盤緩 然後再來就是說 來分享的時候 就 這邊分享完了 哇 嚇人了 下一個再講的時候 這一個就 也不會跟上來 就是 我比較在 在這方面也會有一些困惑的 不知道三位老師有沒有 一些好的方案 就是學生的分組 然後 先後算序的分享 好 好 這邊我先請 秉蘭老師 我通常都是會讓他們自己選 但是就是 就是跟他們講說 卷歌卷解不可以在同一組 就是用這種方式 因為我覺得他們可能 自己找的 自己找的隊友自己負責 他們可能就是 比較能夠去團隊合作的人 他們就是 也許 因為圖系十多課程其實蠻多的 然後 他們其實 幾個課程累積下來 他們知道有的人 他們可能就是打死不想跟他在一起 這樣子 那所以我比較多是讓他們 自己選 但是 的確也有 可能不是 不是才立的課 但是 我有其他的課程 的確是 就是每一組都要上來報告 然後 一組在報告的時候 就是 其他組就 可能就 攤在那邊 好美好的事 對 那 我後來比較是 就是 剛開始就是說 呃 剛開始就是 就是要求每一組 都一定要停留 這樣子 然後 呃 後來我是用比較 跟他們分享的 的心態 來跟他們講 我其實也沒有好的辦法 但是 我後來 我就跟他們講說 請他們注意一下 就是 請他們觀察一下 他們自己在 別人在台上講的時候 那時候他想要幹嘛 然後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對錯 就是說 當他發覺 他完全沒有興趣去參與 的時候 就是 這一件事情 對他自己來講 有什麼樣的意義 因為 他們其實都是 從小就是非常會念書的孩子 然後 最後才會到這個地方 然後 唸書 對他們來講 已經太習慣了 不 就是 而且像圖木蟹來講 我覺得他們很多人進來 也不是因為他多喜歡圖木蟹 那就是因為分數剛好到了 那男生應該要念工學院 所以他們就進去 他不會覺得說 他在上課的時候 那個東西他到底是喜歡 或不喜歡 他到底有沒有參與 對他來講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 可是我覺得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那我覺得 那樣的一個場合就是 我就會很想要去提醒他們 去觀察他們自己 在剛剛人家 說話的那個 那一段時間 他自己是處於什麼狀態 對 然後我也就是 後來我就說 你們美主 去主持你們自己的 然後 看你們講完 是人家完全就是 呆滯 完全都不行 沒有辦法給你們任何回應 還是有的主 他其實就 resent 就可以讓人家很願意參與 不是 就把這個問題丟給他們 這樣子 這個也是我嘗試過的一段方式 好 謝謝 謝謝影蘭老師 要影蘭老師有沒有回答到 有話 那 這邊其實特別要再次強調一下 我們QR Code 在掃瞄 我們目前有兩個題目 兩個一些詢問 第一個題目我就簡單說 特殊的筆就是我們用白板筆 就可以做應用 原子筆畫上去之後就 不行了 對 對 對 我稍微再補充一下 我剛剛講的是可能是另外一門課的狀況 那我剛剛講的那個彩力課 就算那一組裡面大家的程度都比較不好 我覺得也比較不會有那個問題 就是 因為就是 那個方式的上課變成說是學生為主體 那 那一組如果大家程度都不太好的時候 其實老師跟助教都在旁邊 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直接下去幫他們 然後 他們其實可以感覺到他們自己從 不知道怎麼開始 那你可能給他一點提示 帶著他們做之後 他們慢慢變成可以做的那個過程 然後再加他們彼此之間的討論 我覺得就是 那個跟上台來報告 然後其他有台南變這種狀況 我覺得其實比較不一樣 所以 那如果是我剛剛講的那本課的話 我覺得這方面的問題會比較小 謝謝林安老師的回應 那 這邊另外有一位老師 可以提到說 有關於課堂討論參與結果的品質 是否列入評分 不曉得 歡迎老師 還是宜環老師這邊 我們也請老師們在牆壁上面 隨時有什麼問題 那掃瞄一下 把它輸進去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的做回答回應 我這邊的話 因為我課堂上確實會有很多的小組的討論 那我通常不會把他們當下討論的結果去算分數 但是我會用另外一個方法是 就是像我剛才示範的 就是可能我們在課堂上大家討論 怎麼樣去修改A這篇文章 那麼我想要知道他們課堂討論之後 他們是不是有所吸收 那我就用B的文章來作為回家的作業 所以通常小組討論我自己是不太會計分 因為其實有點像剛剛提南老師說的 就是這間教室的討論的一個氣氛 或者是討論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自然而然發生的 那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就是特別去 在旁邊還有分數 但是我確實會想要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從小組討論當中 就是真的學到東西 那我可能會配合一些課後的作業來做檢核 那我想可能請惠心幫我一個忙 就是因為通常呢 我在使用電子白板的時候 可能會讓他們做一點討論 那有的時候學生他可能討論的結果 那他不一定做筆記 就是我去年班上的學生不太做筆記 那有的人可能會自己帶電腦 所以有兩種方法 就是假設我們在電子白板寫完的東西 那剛才我特別提到 就是電子白板其實跟傳統的黑板 最不一樣的是 它其實是有無限的空間 就我們可以直接加頁 然後要回去的時候就可以很自然的回去 所以學生可以一直寫 那另外我自己有的時候會做的事情是 我會把那個畫面去做一個分割 就是比方說同一組裡面 可能就是 因為像我自己班上比較小 那可能有些老師班上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畫面做切割 那就是大家可以分兩邊來寫 好 那最後討論完之後 我想要讓學生based on 就是討論的結果回去寫作業 那就可以把它做成QR Code 那是不是可以請惠心幫我們做一下 那有一堂課的作業其實就是這樣的使用 就是討論完之後 那在下課前就是讓每個學生掃這個QR Code 那他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帶回去 所以他其實可以帶著那小組討論的結果 回去來做他的課堂的作業 那他自己也可以回去就是refresh一下 就是到底在課堂討論的過程當中 他們討論了些什麼東西這樣子 我們請Yuan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上一題 好 那我先回答上一題好了 就是說參與的結果以及參與的過程 對我的話其實會 但是那叫部分的跌入評分 那那個東西其實會變成什麼是 像我跟我的副交友協議 每一週的課程要一個人是完全抽離課程 就是他要變成是一個很純粹的觀察 因為有時候討論 有時候我會進入小組討論 你就會開始就亂掉 我就一定不客觀 所以他必須要很中立客觀去抽離說 這個人的表現是怎樣 但是他不是馬上直接反映到他的分數 而是反應到時候其實我可以回答剛剛老師的問題 你就說怎麼分組 就會變成一開始我們的分組 扶克牌就是你要好幫手 所以就會變成說你用紅心的 全部抽到紅心的一組 抽到A系的一組 抽到2的同一組 一開始這種分組 然後你再搭配一個助教去觀察每一個人的表現之後 後面你就可以針對他回報出來的表現 強迫分出說哪一些人不應該在同一組 哪一些應該在同一組 這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其實就會變成從他們的 背景去找 舉個例子 這個就不是我剛剛會講 是我們昨天下午的課在這裡 我們昨天在講的事情是 氣候變遷的國際談判的意義 所以我們分成三組 分別扮演的是 美國、中國跟其他開發中國家 那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我們就會讓來自開發中國家的同學去扮演美國 那去年更狠 我們知道美國人去扮演那個開發中國家 所以就是讓他們做一個換位的思考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當後期的時候 分組就會變得比較有趣 所以我每週都在想分組一代 也是一種 那這學期我做了一個新的實驗 反正我都把學生當實驗 我們做那個理學院出來都是很喜歡做實驗的 就是我讓每一週都有一組學生負責規劃當天的討論的整個流程跟議題 所以意思是說什麼 最少每一組裡面都會有一個人是負責規劃今天所有流程的學生 所以他們的討論絕對不會幹掉 因為最少有一個人是跟我們一樣看完所有的資料看完所有的影片資料想完問題之後塞在主演 等於說我稱為他叫內奸 每一組都有我的內奸之後 你就很好很知道說這個這組的討論的進度會到哪個地方 不是說所有事情都交給助教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助教他們有時候也很好 但是交給學生好像目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也是讓學生去設計說他們想像中的課堂的運作是怎樣運作的 所以包含作業我們包含連作業的領域都是讓學生現在學生去想 你們要出什麼作業給你們所有人一起回答 然後課堂上要討論什麼意義 那我的工作我的貝克就是說 不是說我負負貝克 我的貝克就是說我在其他時間陪著他們 就是花很多時間跟他們講說 你這樣設計不行啊 你這樣題目不夠深啊 你太小看什麼 所以像有時候週末就陪著他們去討論什麼課堂怎麼設計這樣 大概就變成 時間 花的時間不變 但是就花的如 著重重的就不太一樣 這樣會讓課堂上的討論 變得客人家的 有趣 好謝謝謝老師 那因為問題陸陸續續有出來 那其實更寶貴的是 我們希望接下來的時間 能夠讓每個老師能夠實際的去操作 所以假如有幾個小的問題 遇到想說問一下 一些實際下可以跟謝老師跟黃老師 跟冠英老師做我們的詢問一下 那我們最重要的時間是要把這個時間交給每個老師 在我們現在的所有的螢幕觸控的面板上面 做一些學習 那看看他是如何可以做使用的 那我們這邊也有助教在現場 那我們先舉手一下我們大學組的同仁們 在哪邊 我們蘇權副組長 我們慧欣 可以當大家的老師 還有這三位老師呢 其實非常非常熟悉 那我們就開始動起來囉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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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